各位早晨,歡迎收看開市錦囊 我是林子彤 現在跟大家跟進歐美股市上星期五收市的情況 美國非農新增職位遠多於市場預期 就業市場強勁,令減息預期降溫 美股導致星期五曾經跌180點 但之後一度倒升超過200點 收市仍然升過8點 跟標誌一樣一起創新高 麥台灣導致收市升134點 收報38,654點 標碰500指數收市升52點 收報4958點 納指升267點 收報15,628點 美國上市港股預托證券造價格發展 會控制比半個收市升0.35% 騰訊跌1.2% 阿里巴巴跌0.63% 美團跌2.11% 歐洲股市就個別發展 倫敦副消費指數收市跌6點 收報7615點 法拉夫Dex指數收市升59點 收報16918點 巴黎Cat指數收市升3點 收報7592點 商品期貨方面 美國就業數據比預期強勁 市場對聯儲局的減息預期降溫 加上中國原油前景看法悲觀 以及中東地緣局勢可能舒緩 國際油價星期五下跌 旗油收市跌超過2% 收報每桶72.28美元 下跌1.54美元 倫敦波蘭的旗油就跌大1.7% 收報每桶77.33美元 下跌1.37美元 看下金價 紐約期間收市報每桶2,053.7美元 下跌17.4美元 最新的美元匯價港元7.822 日元148.59 歐元1.077英鎊1.26 瑞士發行0.868 加元1.349 奧元0.649 紐西蘭元0.605 美國國負債券10年期債收報4.08 30年期債收報4.26 再看港股 今個星期四日半市 暫時來講 今個星期回來的時候 股市都要下跌 暫時跌142.15393點 國企指數跌40點 最新增5178點 大市成交59億多 看看科技股的表現 騰訊跌大1.2% 最新增275.8 孖九孖八方面跌大0.8% 最新增70.1% 美團暫時跌大1% 最新增62.6% 暫時港交所繼續向下跌大2.4% 這次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裡 省後回來我們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 謝謝 楊財銀行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2051.5美元 買出價2051.7美元 現貨白銀行買入價22.68美元 買出價22.7美元 以上資訊由楊財銀行提提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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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